大家好,歡迎收看行車紀錄區,我是廖剛 前幾天我們已經為大家介紹了兩部新的Yaris跟Vios小改款 它的一些基本試駕心得 我在影片裡面都有跟大家在講過 說我們還有一個部分就是來驗證一下 它的引擎跟兵務箱有做一些調整之後 它開起來的加速到底有沒有像原廠公布的0到100 進步了將近兩秒有沒有這麼厲害 我們今天就會把這兩部車做一個測試 另外可以看到我身後還有另外一台這部銀色的 我們也會先拿這一部Vios 就是之前配置舊的引擎 沒有加上Duo BBTI 還有它是用4AT的這部車先做一個基準 先來測一下0到100的加速 看它的秒數 再拿這兩部車來跟它做個對照 另外在今天我們所有的加速測試完了之後 我們還會送大家另外一個數據 就是它們這三部車100到0的煞車距離 看看這樣子的國產車 差不多60萬上下 它100到0煞車到底需要幾公尺 那我們話不多說 我們現在就先來測試一下吧 現在我們要測試之前 當然我們先把機器先架起來 先準備把它架起來 但是車上有些設定我們都會把它統一化 就是說我們在車子在開的時候 我們在加速不會把空調關掉 然後不會油門煞車一起踩 然後不會做一個拉轉的動作 我們一切都模擬正常駕駛在 正常全油門下去 車子出去 0到100能跑多少 所以我的風量我會控制在第一段 然後我的冷度會控制在最冷的地方 那待會另外兩部新的Yaris 跟新的Vios 我們就會把它的風量一樣是第一段 但是溫度我會把它設定 因為它是恒溫空調 我們設定24度 那它標準都一樣 然後出發的時候呢 我就會打到D檔 然後踩好煞車 等到我要開始跑的時候 我就直接放開煞車全油門下去 好這樣子來測速它0到100的加速 那現在呢我們先把我們的儀器 先把它裝起來 好 現在一切OK了 打到D檔 那直接 好 沒有車子 好 很油門 感覺到換檔 換檔 速度到了很小 好 可以感受得到整個ABS 全力的在作動 現在呢我們在Yaris的車上嘛 新的Yaris 那我們來複習一下它的規格 它比之前少了兩匹馬力107匹 扭力的部分14.3公斤米 比之前進步了0.1公斤米 那這樣情況搭配它的新的CVT五段變速箱 到底加速會不會比較快 我們現在馬上來測試一下 OK 可以開始了 好 收到訊號 我們準備 朋友們 轉速一直拉高 5000轉 5500 5800 定住了 時速一直上升 沒有換檔 好 訊號來了 好 現在我們已經換到Vios的車上了 那Vios的整個的動力的數據跟規格 還有引擎變速箱搭配 跟剛才前一台Yaris是一樣的 我這邊就不再說明了 那我們先把我們的加速測試的儀器歸零 好 一切都歸零確認 然後冷氣24度 低段風量也確認 打在第一板 OK 可以開始了 目前呢 訊號OK了 我們現在可以準備出發 好 朋友們 一樣喔 我們看到它轉速到了5000 5500 5800 停住了 時速一直上升 一直過來 訊號 好了 經過剛才的測試呢 我們每一部車都跑三趟 那取三次最佳的成績 包括0到100的加速跟100到0的煞車 我們取最佳 得出了一個數據 那這邊呢 有我們剛才的成績 先看一下旁邊 我們先把它放大一下 那以舊的Vios來說呢 它0到100我們得到的是13.4秒 0到100的加速 煞車距離是41.6公尺 那我們再來看我們第二次跑的是新的Yaris 它跑出來的秒數呢 跟剛才的舊的4AT 跑出來的秒數是一模一樣的 那煞車距離好一點 是40.8公尺 那另外呢 Vios就比較特別囉 Vios是真的 它跑出了0到111秒6 差不多有進步了 差不多快要2秒 煞車距離呢 也在40公尺 在40.4公尺 那邊的Yaris 它們應該跑出來 差不多很接近的成績 為什麼是這樣的差異 你要問我 我只能說 也許是它的車況 也許是它的調校略有差異 但是 這就是我們機器 我們數據得到最真實的數據 那的確 裝了CVT之後呢 它的加速 Vios 比之前的Vios 進步了快要2秒 那有些朋友呢 可能喜歡覺得那種4AT加速的感覺 比較有加速感 但是呢 我們剛剛在測試的時候 CVT 轉速一直拉上去 你會覺得好像沒有那麼快 其實還真的有一點快 至於它的煞車距離 它差不多可以跑到40公尺左右 我覺得以國產車的水準來說 這樣算不錯了 那我給大家一個我的經驗 一個參考數據 如果說你買的是像福斯 或奧迪那樣的車的話 以這樣的車格 它們的煞車距離 大概是37公尺左右 大概會差了半個車身左右 那當然啦 一分錢一分貨 那希望我們今天的測試呢 給您做一個多方面的參考 今天的試駕就到這邊了 我是廖剛 我們下回見 拜拜